现在这旁边的两条路都封起来了 安抚路是通往乌鲁木齐路的一条路 就是安抚路的现在旁边两边都把蓝色的栏杆都围起来了 估计是昨天的那个事情吧 前面不知道还通不通不知道 你看哇里面两边都围起来了 栏杆都拦起来了 估计是要分空 哇还得好多保安在那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来蹭一个热度吧 来蹭一下热度啊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那个 万航渡路的乌鲁木齐北路 乌鲁木齐路从这里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它从前也是这样到万航渡路就结束了 这条路 乌鲁木齐路分乌鲁木齐北路 乌鲁木齐中路 乌鲁木齐南路 它这个一条路分三段式的 就是从这里已经是开始了 开始的一条路 今天本来想骑自行车过来的 后来今天说下午要下雨 后来领导叫我出来办个事吧 我就抽空过来 过来开车过来 唠一下看一下啊 我骑自行车过来也要一段时间的 就是趁个油吧 反正就是过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乌鲁木齐北路的乌鲁木齐路基本上都是应该算 算一个上只脚的上海的那个算上只脚的那个路 就像昨天的那个 昨天的那个就是示威的是在那个乌鲁木齐中路上面嘛 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吧 他说乌鲁木齐中路是上海区汇区及静安区 现在我们是在静安区啊 在1911年到1943年之间 这条路的名字叫麦齐路 该路为由南向北的 南北走向的 南到外海中路 接乌鲁木齐南路 北到华山路 接乌鲁木齐北路 全长880米 宽是12到27米 1911年上海法租界 工董局越界修筑此路 名为麦齐路 1943年汪伟政府接受租界 改名为中敌化路 1946年改为迪化中路 1954年改名为乌鲁木齐中路 沿路为住宅区 1923年一度改为乌中路 后来就是改为乌鲁木齐路了啊 这个也是一段历史吧 就是乌鲁木齐的由来 反正就是从前的那个也是法租界吧 乌鲁木齐中路应该也算法租界的租界的一条路吧 外国人租界的那条路吧 我们我现在是在北京路的乌鲁木齐路上面 乌鲁木齐路上面也有挺多出名的那个华山医院 还有那个给那个老干部看病的嘛 那个就是干部局就是领导们看病的就是华东医院 好多那个好多那个就是干部级别的都是比如说八经啊 或者还有好多正部级的正厅级的都是领导干部都是在华东医院看病的 他们享受一保吧 华东医院的那个老年科是很出名的 老年老年护理科吧 反正就是都是干部病房吧 就是华东医院 现在是前面是南京路 乌鲁木齐路也算一点挺幽静的那条路吧 在那个四五月份分控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汇旋区吧 汇旋区一个高档高档的那个高档的那个 住宅小区吧 高层里面就是他们就是为了争取那个利益吧 他们是低风险的区域 后来也是给他给他那个还是不解封 就是低风险的时候 他们十几天以后也不解封 后来是居民就是向居委会讨要说法 后来就是自行解决了那个 自行解决了那个就是分控的那个后面 我们等一会就看得见了啊 先暂停一下吧 还没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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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